日日左頭陳冠宇 金閃營先生 T2020新北國際城市U18邀請賽站台 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都就讀新北學校 是賽事最適合的大師之一 陳冠宇相當樂見 輕棒球員有越來越好的軟硬體環境 當然自己當年聯賽邊哭邊打 出安打的經典畫面 也絕對要再一次幫粉絲找出來 陳冠宇場上表現以及場下謙遜態度 都是最適合的 但我希望有更多選手 然後更多學弟們可以往他們自己更 就是往他們更大的舞臺去前進 陳冠宇場上表現 以及場下謙遜態度都是許多球員 學習榜樣 只他現在古堡學歷 U18的邀請賽要尋求衛冕 本屆因為疫情的關係 改擴大邀請國內的十六支球隊 地主新北市更有藍白兩隊 而身為各隊都想要擊敗的牆頭 林玉銘笑說歡迎挑戰 尤其經歷黑豹級怒吼 察覺網路上遭到拚平 心態上更加成長 開刀我很多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沒事 我現在這個杯賽 我是拉到懸罰 然後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控球啊 然後均術之類的 然後身體激勵那些都把自己的狀況 拉到最好 他們越想打敗我們 我們就一定會越堅強 因為其實我們要打敗沒有那麼容易 同樣是古堡出身 同樣是相當有球威的左頭 陳冠宇相當看好林玉銘的未來性 也期待他能率領球隊完成連霸 未來提供鋼棒姐 洪化軍採訪報導